不少人出外旅游,都会选择高档酒店住宿,尽情受酒店设备、服务。 不过,近日内地就一个一家八的家庭,选择索性将酒店当住家, 以每天一千元人民的房价居住超过两百三十天, 更以影片记录日常,表示依生活幸福, 而且更列出四大常住酒店的好处,且值正计划一辈子住在酒店。 这个以酒店为家的家,来自河南, 他们开设抖音账户记录一家八口, 长酒店超过两百三十天的生活, 他们在十二月初开始上载影片, 时他们已在酒店住了两百天, 影片描述了一家人为常居酒店, 上载影片的是女主人,他先生在城市工作, 与爸、妈、弟弟、弟媳、女儿、小儿子, 八个人住进一个酒店套房和两个标准间, 每天房价约一千元人民币,配套齐全, 住得趁心满意。 片中记录一家人把电房当成住家, 如自行添置家具,摆放日用品, 又设卢具烹调晚餐详见上文图集, 更在片中列出居酒店比自制物业或租房四大优胜之处。 然而,不网民对市主一家的做法, 并不完全认同三万块一月为什么不租房子, 饭店里允许煮饭炒菜的。 这故事太离谱了, 一个月三万元可以租到比这个酒更好的房子, 有没有可能这家酒店是他们自己的? 一家子不上班, 钱哪里来, 无恶意, 只是单纯的奇。 不过, 也有网友欣赏市主的做法, 认为他们一很有想法, 超过传统生活模式, 我也住过一段时饭店, 南京高铁站附近, 床特别舒服, 空间也不错, 也觉得蛮好的, 是啊, 没有物业费, 暖气费, 这些一月都要上万, 真是划算, 性价比合适, 我觉得可以。 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深, 并增设我要赞取栏目,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深, 好人好事, 共建更有爱社区, 立即我要赞取想地多精彩内容, 请立即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专页, 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 请立即更新, 浏览更彩内容。